仙寺古镇 大家好 这边是四川芝拱寺 芝拱寺这边有一个千年古镇 叫做仙寺古镇 据说这个古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隋朝的时候就有 哇 这边有一棵寺庙 叫蒋西庙 你看一下 这个庙非常的古老 看上去 你看一下 这个古镇的房子 你看一下基本上都是一层的 也是木房子的 这小镇上也基本上都是老人 就是有个很选择的 哇 那个是个很选择的 你的付费都可以拨了 干点了 都是老房子在里面 这里面是一个寺庙 是一个寺庙 观音店 这边是古镇酒厂 老酒厂 师父可以上去参观一下吗 可以去参观一下吗 可以参观一下吗 可以参观一下吗 可以参观 谢谢 现在大酒厂 现在有没有煮酒了 没放了 谢谢 这就是 这是做酒的 老酒厂 这个是 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是锅炉 这是锅炉拿来蒸的 这是蒸酒的 然后那个呢 那个是凉灶子的 温度高很 它就要那里凉了 凉了的 这都喝起油 还有那上面的是 那里就无效 那是发酵了 那里车子完全无过 这样子的 挖了再拿出来 在这里烤 在这里蒸了 在这里 它就是结婚了 哦 这个酒厂有多久的历史了 这酒厂的历史有多久了 多少年了这个厂啊 啊 这个厂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啊 哎呦 你讲说吧 没解放的时候就有了 过去都有了 没解放的时候就有这个酒厂 这个很小 解放了就 我解放了百大百年了吧 原来的 没解放 毛主席没累的时候都干凉了 没解放毛主席没累的时候都干凉了 哦 都靠着酒了 哦 就解放以前就有 嗯 哇那挺古老的酒厂 哦 哦 原来这个酒厂的话 有100多年的历史 嗯 解放以前就有的 非常的古老 茶马古道啊 哎 古镇盐埋头 也就是说以前挖的盐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埋头 引输到全国各地嘛 呃 他这个古镇的话 就有一个这个 埋头嘛 古埋头嘛 呃 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 会生产一种叫做井盐 井里面挖出来的盐 来那生长的盐的话 就会通过这个 马头啊 水印啊 水通过水印印到全国各地嘛 这个小镇的话 是非常的古老 你看 看这个 石头就知道 你看 算在切的这个石头 你看 石板块 切的 地上垫的也是 哇 这个石垫上好像是含有个庙啊 是什么 石阔是一个石阔 你看一下 在石头上雕了那些菩萨的你看 但是好像是被破坏掉了你看 都没有了 石垫啊你看 是吧 已经被破坏掉了 都没有了 石窟 你看 好这边就含有你看 这边的话就是 喊开着两个菩萨看得到 但是好像是也是没有没有福香了 没有福土了 你看一下 福土锁都没有了被破坏掉了 这当地的农民都吃着脚走 你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叫什么 它那边有写字 下山 意思是一个那个关口嘛 可以把它锁住的嘛 这个呢 就是这个 古城路的那个扎门啊 也就是要进入城市的话 要经过这条路嘛 是吧 到了晚上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关住嘛 就相当于城门一样了 是吧 是吧 金桥寺 它这个石板路很有特色 你看一下是吧 但是如果下雪的话肯定会打滑 你看 古镇枯杖 哇 这个枯杖也是很古老 人人清清的 估计也没什么能做 那边就是一个寺庙 那边就是一个寺庙 这边也是一个柵栏 哇这一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现在一直在冒烟 原来这一家是铁匠铺 你看打铁的 哇非常的古老的打铁 哇 哇 这边有一栋房子很古老 你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毛泽东时期的房子吧 是星期五号生意是想基本过程 是吧 就在公路边 看这个房子的风格的话 应该是那个苏联房子的风格